曹雪芹在《红楼梦》写道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人这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 然而大多数人都只是我们生命中的匆匆过客 一如流沙失与掌心 伟大的友谊和伟大的爱情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人生一世,若能遇到一位知己,便是莫大的福气 知己贵在知心 曾看过一书的一句话 城市中人,看似光鲜,骑使个个暗藏漏洞 高鹏满座,客似云来 然而真正能倾心交谈的,就未必有三两个 钱仲书笔下的围城中 赵新梅和方建宏两人都有颇为世故的一面 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是事故中难得的温情亮色 让人感触善神 赵新梅在事业上春风得意 而方建宏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 赵新梅结婚时宴请了一众宾棚 却连张喜帖都没寄给方建宏 旁人忍不住说道 不是我离间 我看你这位好朋友并不放你在心上 但方建宏对妻子说 他结婚不通知我,是怕我送礼 他体谅我穷 知道咱们结婚受过他的厚礼 一定要还礼的 所谓知己,这般如是 世间多少珍贵的情谊 毁于并不难解的误会 毁于暗处思议的揣度 毁于对得失不公的过分在意 有几个可以真正深入对方的内心 对情意都定呢 与其说是方建宏对世事体察深刻 不如说是他对真情信任 对友人斥诚 两人是真正的相知相惜 有些朋友走在一起是因为了解 分开则是因为还不够了解 只有真正的知己 才能做到真正的相知 御世名言中讲过一个故事 张元博在进京赶考途中 和同样赶考却卧床不起的饭剧亲 一见入顾 甚至为照顾他而错过考试 分别时两人相约明年再续 约定之日已到 但张元博只等到午夜将至 才见到似曾相识的身影 而此时的饭剧亲并非生人 而是鬼魂 他坦言自己今日想起约定时 出发已来不及 唯有化为鬼魂 才能日行千里 按时赴约相见 说完他的魂魄就消散在夜空中 张元博后来在挚友的坟前自吻 追随而去 罗曼罗兰曾说过 谁要是在这个世界上 体会到一次有爱的心 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 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 相识容易相知难 心最敏感也最无情 真正的知己贵在知心 知己贵在相守 哲学家艾比·克泰德曾说 与顺境中交集的朋友 只需费衣举手之劳 在困恶时寻找友谊 简直比登天还难 人的一生起起落落 顺逆难测 然而在人生低谷时 仍不离不弃的人最是难得 诗人王昌龄遭遇贬低后 往日的好友顿时四散 而李白却做下千古名诗 我记仇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逍遥为友人送行 不为名不为利 不察言不观色 不浅薄不势力 知己就是那个 陪你走过人生至暗时刻的人 友情和爱情一样 从来没有特定的标准和规则 但一个人是否真心 忧你所忧 思你所虑 是我们能真实感知到的 在一期的奇葩大会上 高晓松透露了与朴树 显为人知的友情 前些年高晓松事业不顺 几个月都接不到工作 后来实在没钱了 就找朴树借钱度日 朴树也不多问 只回了两个字 账号 然后就把15万打给了他 后来朴树遇到困境 而鄙视高晓松的人气 越来越高 已安然度过了危机 朴树发过去两个字 还钱 高晓松二话不说 就把钱打了回去 真正的情意 没有花言巧语 没有巧令声色 只有默默的支持 无声的扶持 电影《垫底辣妹》中 女孩沙耶嘉有三个好朋友 但都是差生 因为和老师有赌约 沙耶嘉决定奋发学习 但为了不失去朋友 他仍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他们玩乐 有一天朋友们对他说 我们不想和你玩了 不管谁说了什么 都坚持努力的你 超帅气 我们真心希望你能及格 华盛顿说 真正的友情 是一株成长缓慢的植物 流水不因时而阻 友谊不因远而疏 真正的知己 不会成为你前进的障碍 只会由衷希望你穿越黑暗 跨过高山河流 走向更远的远方 知己 跪在珍惜 越长大越发现 独立是一种能力 人是一个向内发展的过程 两个独立而自由的灵魂 才有可能铸就 永恒的友谊 友谊一如爱情 需要经营 需要付出 需要界限感 需要敬畏心 最近有网友分析说 何炯和谢娜的友谊破裂 何炯对谢娜的称呼 由娜娜变成了谢娜 真假虚实 我们无缘愧策 但可以看到的是 之前每次出现 两人友谊情深的报道 几乎都是以 何炯对谢娜的帮扶 和爱护为依据 谢娜出错 何炯补救 谢娜受伤 何炯照顾 谢娜得罪明星 何炯出来圆场 我们常说狗富贵 勿相忘 却忽略了真正的朋友 本该是旗鼓相当 互相扶持 单方面的索求 再亲密的友谊 也会疲惫 长期的消耗 再无戏的知己 也会心累 娱乐圈中 另一对后起之秀 却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是真正的知己 张一山和杨子 从2004年 加油儿女开始 就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后来两人 各自优秀地发展 谁也没落下 杨子凭借 欢乐颂等热播作品 坐稳了 一线小花的位置 而张一山 也在多部影视剧中 表现出色 成为不容小觑的新星 他们在从孩子 到长大成人的 漫长时光里 一直互相扶持鼓励 成为彼此成长路上的 最有利的见证者和陪伴者 比恋人少一点亲密 比朋友多一些贴心 比亲人少一点牵绊 比师长多一些自在 好的爱情应该势均力敌 好的友谊 让人感到的不该是压力 而该是如虎添翼 不因对方的优秀和善良 而过度依赖 不因对方的慷慨和仗义 而任意索取 毕竟没有谁 可以毫无芥蒂地 承受另一个人的生命之重 也没有谁 应该心安理得地 享受另一个人的 恩惠和情义 君子之交 亦有所度 如此 才能细水长流 深远长久 相识万人 不如相知亦人 富兰克林说 对所有人以诚相待 同多数人和睦相处 和少数人常来常往 只跟一个人亲密无间 那个人为之知己 林语堂把知己 称之为后台的朋友 在他面前不必化妆 不必穿戏服 可以说真话 可以让他知道 你很脆弱 很懦弱 很害怕 真正的知己 是把你看透了 依然对你不离不弃的人 不仅能够在顺境时 与你并肩而立 在逆境时 也会及时伸出援手 给予你温暖和力量 更懂得情感的厚重和珍贵 从不轻易亵渎 汪国珍在一首 《能够认识你真好》中写道 有一天我们真的相遇了 万千欣喜 竟什么也说不出 只用微笑说了一句 能够认识你真好 这大概就是我们所有人 都想对那个人说的话 茫茫人海 能够认识你真好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